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发热的人 然后现在还在酒店管控中吗 那行 那我去给您反馈一下 接听完一个电话其实都是很满足的 因为你每一个电话都是可以帮到一个人 最高启温是37度6 东北来江湖 就和他一起的还有别人吗 我叫杨洁 我是咱们朝阳区健康咨询热线的一名作息接听的志愿者 也被委认为这次咱们热线服务队的队长 当时我记得是大年初三 1月27号上午的时候 我们朝阳团区委 发了一个志愿北京的招募志愿者的一个链接 然后当时我第一时间也就报名了 其实当时并没有想太多 因为在年前的时候 然后我们看到了很多 就关于这些疫情的大量的知识 团中央这边之前也发过一个 号召青年那个动起来的这么一个号召令 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就转发了 我在上面我就备注了四个字 叫有朝必回 因为没有想太多 只是觉得国家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出现就好了 我们是因为叫做健康咨询论 平均一天下来大概有100多个 但其实很多市民它并不只是健康咨询方面的需求来找到我们 因为他们觉得去疾控中心可能各方面是和这次新冠肺炎相关的知识 或者相关的东西成功来找到我们 比如说我的口罩是否能够消毒以后再用 家里一些如何能消毒的一些措施 在我的大夜班10点11点两口子来一个电话 说他们从外地来京的航班上面有一个确诊病例 他当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他就打到我们这个热线过来 甭担心 我给那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电话 到这边之后然后我就没走 一直等到9点多等他们那边回复了以后才回去了 后来找到了 大部分现在竟然都是恐慌 那就想打电话过来问问 然后让我们帮他看看是不是新冠典型的这个症状 我们现在进行了很多期的培训了 有一些就是新冠肺炎的情况的一些介绍 然后还有他的一些防治措施 还有我们的一个消毒措施 还有最新的这种在临床上对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怎么诊断的这些情况 我们一开始还会找医疗多的老师 接听电话多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很多其实都能判断出来 至今体温在36.7 上一个大夜班 收到了一个湖北重灾区的那边的一个先生 半夜的时候他一直没有睡 他表示的是我不敢睡 我怕我一睡下去起不来了 所以当时我很明确地就能感受到 这是一个在疫区中心这种人员自身的一个相对恐慌的状态 对他进行了一个劝导 他等我打完这个电话之后 心情是比较平缓的 每次我们热线之前 然后要用自己的这个电脑 然后还有电话 还有这个鼠标垫 尤其是鼠标垫和键盘这些 要进行一个消毒 在初来进去的过程中 我们也都要进行洗手 然后也要再进行一个二次的手销 所以每天有大量的这个洗手的次数 每天最高可能要十几次 我是09年在社区 然后做社区工作者 工作了六年多吧 所以我知道他们想什么 然后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在这个解答来电人的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也能够以他们的这个出发点 帮他们考虑各种不同的问题 社工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倾听 我们主要是倾听他的自己的一些感受 在清兵的过程中 会对他进行一些小小的引导 比如说会建议他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的微信连线的方式 和朋友家人进行一些沟通 他一直都对于就是志愿者服务的工作 包括社区这方面的对接都特别有经验 然后他也是在这则志愿活动上 付出最大心血和努力的一个志愿者 他会在我们这个群里头 然后定时发最新消息 让我们再更新对于这个新冠病的 还有就是预防和防控的最新知识 然后还是他就是像一个大家长一样 给我们做一个很细致的指导 然后让我印象很深 自己觉得有点对不住家里人 因为我奶奶现在已经90了 前几天去给他买个菜 挺难受的就是我只敢放在他的门口 因为如果要是我可能没有来热线的话 我可能那几天就去奶奶家 然后陪奶奶住了 每一个电话其实至少都帮到了一个人 我就很开心 战胜疫情其实我是有信心的 我还是希望更多的人像我一样有信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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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